请大家打开课本第29页 上一堂课我们是讲到 所以呢 然登佛才会与我受计 说乳于来世 当得作佛 好释迦牟尼 那释迦的意思呢 就是能忍 能忍就是有这样仁慈的心 能够有这样仁慈的心 就是最简单的解释 能够爱万物 这个就是在讲有 他本身有这样子的慈悲 牟尼讲的是寂寞 寂静的寂寞就是默然 你能有爱万物 爱所有一切众生的心 但这个爱不是偏执的 是均等的 然后牟尼内心又能够空掉 所有一切 所以是空 既有又能空 空有一如 这个极空极有 讲的是清静无为 这释迦牟尼表面上 文字的解释是这样 我们一般的众生 心要是能空的时候 就不能够包容一切 那心若着于我能 我可以 我要 就着在有当中 心中就不能够安然平静 那修行里面 那修行里面不着有 不着无 在空有两边 就是不着两边 不偏空不偏有 然后契入中道 即讲即空即中 这样子的修行 才是佛要讲的行为模式 身心的 身心安住在中道中 那这个没有经过 一个长远的修行 其实是理不清的 比如修行人 在修行的时候 当我有一些佛法的 知见的时候 那佛法的知见 如果我取的是 波蕊路线 这个空的智慧 因为原始呢 是自己发现 自己总是有 错谬的价值观 错谬的世间的执着 所以在这个错谬里面 去看到有 有它所给你的压力 你内心浮动不安 所以想要有波蕊智慧 空的智慧 所以当慢慢修行的时候 就一切抛抛抛抛 然后就认为 一切都是虚幻 这个虚幻的字呢 再讲一次 这虚幻并不是说 它没有 而是说它不实在 不实在 曾经有过 可是不能够永远 成为一种固定的形态 所以呢 它不实在 那曾经有过 没有办法永远掌控 所以并不是在讲 它是无的 所以在讲虚幻 那如果说都没有 就讲说 一切都没有 那我们人活着是什么 这个就变成一种 罪报罪业 非常痛苦的存在 所以修行人里面 他变成 我要否认我的存在 这样才叫无我 这是错的 这是解释错误的 所谓的无我是 对于所有一切的存在 我没有存在的痛苦跟挂碍 而这中间是可以看到 它的空性 所以这个无 就是突破了 我个别执着的内涵 这样这个无 就是等于空 这样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都讲 我要无我 其实是要怎么样 灭我 就是要把我这个东西 我有这个人的想法 我有这个人的存在 去否认这个存在 这是错谬的修行 这个就是偏 偏与空 那有的人在走这个修行 波磊的路线的时候 都会用这样的角度 来让自己对一切 就是不搭不离 然后就认为 这一切是空 你是让它叹到 这一切就怎么 就不要插 就是不动了 然后内心就以为 我这样子就是 就是一种智慧 其实这个 不是叫智慧 那个叫 顽空 偏空 断灭空 那有另外一个方向呢 就是修行 慈悲的路径 慈悲的路径呢 就讲了说 积功累德 那我要好好的去修行 好好的积功累德 说我要度众生 度众生 这个是偏执在有 就是说 我有这个功可积 我有德可以累 积功累德 那这种状态之下 你内心却不能够跟 真如跟这个所谓一切的 毕竟空相应 这个状态之下 就认为说 这些人 你们就光 光 就坐在那里 那光这个 这个上面 这个怪怪的吧 你既然 是人 你就要做人该做的事 所以这个理念 讲起来好像都有道理 讲起来好像都有道理 其实这个都是 还没有完整的修行 那我们一般来讲 修行人 真正好修行 修行好的 这些菩萨们 他既能够做一切 而内心 又是极尽怅然的 又是极然的 那你永远在定中 在成就一切事 那有的人是认为 我只要一直做成就一切事 这个菩萨不舍烦恼 菩萨不离众生 可是菩萨不舍烦恼 不离众生 心中并没有众生相 也没有烦恼相 这个才是 在一切中成全 而内心是必尽空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呢 佛就讲 何以故 怎么说呢 如来者 即诸法如意 所谓如来的意思 就是清正 清正一切的现象 实际存在 它存在的情态呢 是因缘有而有 因缘无 这原生原灭 那这个说明佛的法身 这个如来这两个字 他讲的就是说 如来就在讲佛的法身 他不随着诸法的生灭来去 能够如如不动 无分别执着 那诸法的 所有一切的现象 它真实存在的情态 真实的象状 就是在这个一切的 有为的现象的背后 它的真理 就是五生命 这个我们 以前的课讲了很多 同学你可能没有复习 都会去忘记 人都是这样 你没有清正的时候 你没有真的 证悟的时候 听一听 回去三天 有啊 紧说紧说的 我们现在的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可是 我也知道啊 知道是知道 因为没有清正 因为你还是用你知道的习气来解释一切 你看的都是生灭 所以在这个过程 你要抓住重点 你看的所有的现象 这一切呢 有违法 有生灭生灭现象的背后 就是要告诉我们无生灭的道理 这个因缘有 因缘无 是一小段的 是一小段的 而且在有的时候又在变化 这样子 在无的时候又不能够 不能够真正抿除他有的现前 你不能够说你个人说 一切都是空啊 然后这世界就不再运转了 不是这样子 你不能够遏止什么事情的发生 它是一个因缘法 法不姑且 它有好多因缘 那你内心有种子 现在修行很得力 好像觉得一切很清静 很顺手 家庭很和乐啊 然后事业啊 各方面也不起心动念 也不想追钱 然后等等等等 可是什么时候 又突如其来的 有一个烦恼呢 又突如其来家庭里 有一个变故呢 这些呢 都是一个因缘法 那你在这个变故的情形 才会看到说 还是有它的业 但是内心对于业的读法 当你内心有业的读法的时候 你本身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有 对不对 当你内心啊 清静 没有什么干扰的时候 你来进入玻璃的读法 又好像能证得那个空 这个跟你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跟你的生活面 息息相关 而你要在业的里面 能够证得玻璃 那叫清正 你在清静的一切 无违法当中 可以看到妙友 而能够纳受 接受 而去完成它 这个也叫清正 有的人他会走极端的路线 有的人就希望快速没有 灭相 不能看到妙友 所以当你有 有这个夜相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走灭 夜相的时候 你就想要灭 那你就不能够在这里面圆满 你只是在什么 受报中的苦恶 就变成苦恶众生 你不能看到说这个其实还是因缘 这是缘起信空 那这个里面也是妙友 你看所有的修行人都在逆境中证悟的 都不是顺境中证悟的 你去读所有的古德的大德 那个著作 大德的著作 那有的在一种功课里面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功课 心法啊外界啊 所以有一切很细微的起心动念 一直到你那个心念里干净 在所有一切看得明明白白 跟这个实相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 到最后证悟 这里面的初出的开始 都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你不可能抿除世界的存在 不可能 修行人他并不是把世界都全部切开 你这些人我都没记住了 我来自己备起来 这个都是有偏差的走向 那你如果说好那我修行 我原来是在night club做事的 就是夜店 我在夜店呢是做事的 所以现在我去夜店的时候 这个人就不存在 这些音乐都对我迷迷之音 我都不感受 其实这是一种假想式的 那声音或物质现象 它达到某种密度的时候 浓度 或者说它的音波达到某种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去接受到干扰 那这个干扰呢 所以智慧的抉择就是 有一些让你无法掌控 而是过度的情形 你要懂得去 所谓的阿兰若 就是你要懂得去幽静的 去选择一个比较僻静的 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让你不随这个声音 这个环境而活动 但是并不是说 你把它切割之后 像虚菩提的阿兰若恨者 就是我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去修行 它并不是这样就是完整了 如果这样就完整的话 它今天就不会问发心的问题 它就不会问菩萨道的问题 因为它看到自己 在这个住在这样的状态里面 其实是看到内心有不足的 因为人的佛性来讲 它融在所有的一切里面 不管任何的环境 它的内心都是寂静的 都是光明的 那你说释迦牟尼佛会不会去夜店 当然当时是没有夜店 对不对 但是释迦牟尼佛出生在皇宫 他本身周遭有五欲杂染的东西 一直包围着他 甚至于他的父亲 用这样的一个招数 这样的一个办法 想要让这个儿子产生迷恋在这个五欲 色身相畏处里面 这个物质界上 观感上面的 让他迷恋在这上面 而忘记 不成为算命的 不成为那些外道 来跟他预言他以后即将成佛 要离开去成为一个修行人 忘记了修行这么一回事 他没有办法完成 他没有办法做这种干预 因为我们习气 习气有好习气 恶习气 现在各位我们在听经文法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种子 放到八十天中 这个种子呢 也是以后因缘成熟的时候 发芽 对不对 这个是在有的状态 叫种子 那如果我们今天听闻佛法 心就得清净 那内心也慢慢用这样的佛法 来思维来看世界 这个就不叫种子 他就不是说种子等来生来世再发 如果你把它弄一个概念式的东西 放在 很好听得很好 我后来要好好学习 我来生来世都要再听得到佛法 这个时候佛法对你只是一个 投与未来的一个种子 它以后会不会发芽 会 如果你现在是当时听 就把它运用在你生活里面 那么它是不是一个持续的进行式 那就是一个熏修熏修现况中 你现况中的话 它就不是在讲发芽 它就在讲莲花 就直接这样一直长 就是开了这个包啊 就开始长这个莲花 只要过这个水 出乎你啊 过这个水 然后这个花果同时 那这个地方讲说 所以呢 以修行人来讲 如果你在现况中修 你就有清正 清正的机会 那你如果把它当成种子 一样的放着的时候 是因为你比对现在的有 跟佛法的这个 这么有价值的东西 是给予它价值化 给予它一个价值的东西 但是自己跟这个不吻合 自己跟这个东西不吻合 你就不可能正诸法如意嘛 也不可能清正诸法实相嘛 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本身还是 着站在哪里 执着的着站在哪里 站在现况的我 而你并不去把握这个原则 这个把握这个原则是 在外界的所有一切现象物质界的 所有一切你看到的生灭法 因为它都是有关系的 生灭法的背后 它有道理是无生灭的 那你要看到内心 内心是不是有境界 那你要看到内心的境界 知道这是深入意灭哦 这个内心的深入意灭 是我跟外界结合起来取读的东西 这是法治哦 它毕竟是本来无一物哦 我们内心啊 心体啊 是清静的 极静灿燃燃的 本来无一物 我所读的就是实相 实相就是很清楚 什么都很明白 怎么还会有烦恼心呢 所以我内心有了 只要有个讯息 它有个苦 它有个烦恼 它有什么 就表示我读错了 这表示有加上杂质嘛 那个杂质就是执着的一种 黏着上面附带而来的 都是正确光明的 我们心体是本来无一物的 这样子 所以当你内心有这些感受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这些感受里面 是我跟真理 跟这个如 实相 佛性如来藏 这些东西 我没有看清楚 我让这个心染灼 那人不能切割 外界跟内心的结合吗 佛菩萨也并不切割啊 佛菩萨是看众生 所有一切 当下 即完整 现实 这个实质嘛 实质来帮助众生 然后 就圆满了 因为它是实相嘛 那我们众生就是 是切割的 是我心中读出来的样子 是我相 是法相 是众生相 是所有一切的相 所以这个跟实相是不吻合 实相是不可说的 上次有举例 举例说 一个母亲带的孩子 结束生命 来责罚 这么一个痛苦的婚姻 或是任何的一种 这个 一个内心的感受 这个背后呢 它包含了 因缘果 包含了它当下的感受 包含它还要好多好多 好久好久以后的 际遇 才能够 平复 这一个动作 背后所产生出来的东西 然后这个动作 之前 一直让它感受到 烦恼跟痛苦的内容 所以这些 全部的全部 就是实相 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说 也不是你一个旁观者 来作于解释 也不是这样子 所以每个人 是不是在自己 全部的世界中 那你要怎么去修 没有人可以代修 佛不可能把一个 圆满给我们 那你的这个 清净的真乳啊 你的自己这个佛性 也常在 那这个就是要让自己 逼显出来 显出来 自己修行 那这个地方 就是实质去修它 那也不是坐在这里说 我们回去就要修 修 有啦 师傅说我们要修 金公圈拿起来黏黏的 这样就有修 修修的 修修的 他说你头盔修到它放 那你是怎么 电视还看不出来 我一步间打完 你再来 诶 这个时候 不知道是在修我 在修他 就是修理他 叫做我的修 这个 我叫修 这样知道意思吗 你要在这个地方 不对立 不对立 不对立的时候 你就会放下法 不对 你跟所有一切不对立的状态之下 你心中就没有一个特别的我的感受 跟这个法的分别 但在这个地方 并不是说 我不对立 师傅告诉我不对立 所以 我不要跟你玩 我跟你说 我不跟你对立 这个既说初级对立 只是用不对立来表达对立 所以这个里面呢 要修的是内心的那个激进 然后知道 这所有的因缘法 那也有那个智慧 把这个过程转变 也有办法 有这个智慧 并不是说 我修不对立的时候 我就修完了 不是 他有没有办法 让你的 波耳智慧现前 比如你要送亲的时候 老的 譬如你是老的 他也老了 对吧 老的 我来上一步 金光金 我大声 你多少听 你听到 感觉有意思 下一次打开电视 多少师傅在说金光金 你就会懂哦 多少懂一点 不然你稍微 你能先转我一个感恩 我特别大声让你听 这个 他说我们最经厉害 你这样就已经否认 你看我们当时讲话 也说四十年了 怎么还说我的声音怎么办 听 附近哪有说什么好听 没听 对吗 对 像这个就是还有 你的智慧去转 他就没说让你很难看 好啦 不然你怎么认 你想我是没有自己想的 你多少我多少我多少疼 他捕着多少 对不对 不然你想你 他捕着多少都睡 譬如这个情形 这个情形你起来 我不是跟你说我想得这么大声 想得很脆 这个气都喊得快眉 结果你躺得这么大声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对立 对不对 但是你给他想 他刚刚看电视 跟睡着 跟看着报纸 中间有没有几句听进去你的 有 他一定是听进去 然后有一点懂 然后又不是很懂 所以才会睡着 你真的在家里的时候 还不那么容易睡 来到法堂 比较容易睡 对不对 果真如此啊 修行里面它并不是切割法 它也不是对立法 它在这里绵绵的 一直是安住在一种清静当中 站在这个清静当中 随着外界的生灭 心里的生住一面 外界的沉住坏空的时候 在这里面每一个点都看到 它无为的道理 它不是你绝对干预就可以改变的 那也不是说你想要什么不要什么 你内心的一种想法 它会即刻完成你要的答案 都不是 它本身就是有因缘法 本身也有你发心光明的这些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来读这一段 这一段是29页的第三行 若有人言 一直读到30页 30页的第三行 市民大声 好一起来 若有人言 如来得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须菩提 实无有法 佛得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须菩提 如来所得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于世中无时无虚 世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须菩提 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 世故名一切法 须菩提 譬如人生常大 譬如人生常大 虚菩提言 世尊 如来说人生常大 则为非非大声 世民大声 这一段呢 就是继续的 继续佛说 他说若有人言 如果有人这么说 说啊 这个如来 得了无上正等正觉 虚菩提 事实上告诉你 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 有一个什么叫做法 佛 就是讲他自己本身 得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这个地方用了两个名词 第一个说 如来得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如来这个两个字使用的时候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讲过 在用如来 就是在讲清净法身 清净法身是一切无所执着 一切无所执着 便一切处 那你的智慧 所有的一切 都是明明白白的 很清楚完整的 而无执着 便需空 这是在讲佛的精神状态 那如来 你在这种一切无执着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里面 哪有说你又得到什么东西 如果你这个一切无所执 无所有的状态 还有得到什么东西 那不就叫有了吗 对不对 怎么叫清净法身呢 法身是五相的 你内心到底有什么具体的相状 没有啊 众生着相 心中有什么 有影相 心中有感觉 有五蕴 有情感 这个都是相 他只是相是用什么 固定的式的说 我昨天看到一个苹果好了 我昨天看到一个苹果好大 你内心把这个苹果的样子 放到心里 这叫着一个物的相 但另外一种是无形的 昨天那件事情 让我现在非常的伤怀 情绪低落 可是具体又没有办法 拿出来一个伤怀跟情绪低落 这样子 可是这个上面是不是一种情感的像 是非法像 它不是有固定的一个像状 可是也是叫法像 它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像状 但是是一种精神的状态 这个也叫内心有所执着 那清净的法身 佛的法身 便一切出 这所有一切不执着 清清朗朗明明白白 说一切都没有无挂无碍 这个当然就是没有所谓得什么东西 那这个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其实是一个假名 就是一个假名 那虚菩提十五有法 是没有什么法 佛得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地方又用佛这个字 这个地方用佛就是要评喻 他现况中的这个人 现况中的这个人 他呢修行自觉 觉他 觉行都圆满 所以在佛出发点的时候 他是菩萨位 菩萨位的时候 他是做自觉的工作 同时在觉他 一直到他觉他也完成的时候 他这个所有里面 有没有觉悟过 有 可是这个觉悟得到的是 一种感觉跟念头吗 不是 所谓的当下的一种觉悟之后 这个是刹那 这个是一个刹那的 从比对中 过去的错误到现在 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知道了 当下是不是有这个 等到你了解之后 这些东西也就是不住了 不住了 不住然后这样 一切还是极尽的 还是入涅槃的 像这些情形呢 悟的感觉跟那种念头 其实是刹那 不是没有 是有过 那事实上回到的是 我原来的烦恼 烦恼像是因为我执着 那我烦恼像 我现在了解 原来是我执着 但我知道我执着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 当下的感悟说 我才发现好笨喔 自己好执着 虽然烦恼像是没了 然后自己好笨喔 这个笨的只是一个假词 一个假名 当时的情况体悟中的一种表达 然后之后这个笨也不见了 你是不是烦恼没有了 而已啊 所以内心是清朗无一法 然后万法自然体现 所以看这个都是 知道原来 我过去的那么多烦恼 都是我执的 那我过去的那么多知见 都是法执的 我执法执加起来 所以呢 真实 这个用佛这个字 他在这个佛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行菩萨道过程 一直强调告诉我们的 是以一个因地的菩萨 你在行为上面该做的事情 而你内心就是用如来因地 这样知道意思 内心是用清净佛性 来解释你内心的状态 所以你看我外界上的有 可是我是内心上的无 所以没有得到什么一个具体的东西 虚菩提 如来所得阿尼多罗三满 三菩提 于事中无时无虚 事故如来说一切法 皆是佛法 在讲到有清净法身的角度 内心来讲 所以以内心的世界来讲 内心的精神神次 所正的清净法身 说有得到这个无上正等正觉 其实它的过程是这样的 过程是无时无虚 为什么讲无时呢 佛所说的一切法 是对治众生的妄想 你现在有妄想 你有执着 所以佛说有这个办法 佛有说这个办法 那这个是要透过语言文字去告诉你 所以你透过语言文字中去求 求那个办法 现在听经文法 是不是从透过语言文字 来了解这个办法 是不是求法 心切 求法若可 因为我要想知道这个办法 来破除我内心 妄想执着 妄想执着是无相的 那我这个办法是不是也无相的 所以用 可是我的行为看起来 是妄想执着产生出来 是不是错乱行为 那我来听法 是不是在 待坐在板凳上 回去操作 我那个错乱行为 修正 所以以精神层次来讲 妄想执着是无相的 以行为表达 身口意是叫造作 那以我来求法若可 来听法 是不是有听法相 是不是也是有 可是内心得了那个法 是不是暂时有 暂时是有 有的时候 我回去使用它 使用它之后 我的烦恼执着没有了 是不是过程里面 好像是有 是不是无需 可是呢 当我烦恼没有了 我身口意也知道 不造作了 那我听经文法 所得了那个法 也是那个相应的时候 该用的 一个正知正见 可是那个正知正见 无形无相 我烦恼也不在了 我造作也 也不在造作 是不是无实 是不是这些也都过去了 所以以修行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在语言文字上 得到某些讯息 也不能说没有讯息 可是呢 这些讯息又没有具体的样子 所以它是不是无实也无虚 那众生呢 也是因为佛法 所以来修行 对不对 那你说佛法倒是有 还是没有 你以有情来看有情 都是有 你以有情来看无情 当你认知它的时候 也是有 你以清静的心来看 有情众生 那就知道是妙有 你以清静的心来看无情 对不对 这一切也是叫因缘 所以这里面来讲 就是端在你现前这个心 那你如果说以清静来看所有的一切 一切也是有 一切也不是虚 那一切也是虚 一切也不是真的有 所以这个无 无实无虚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也不是说是真的有 也不是否认 也不是一直不可改变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 中间你修行的人 像我们读古大德的住宿 误千百次 误不是误一次 大误小误 你以大误来讲 至少一次两次 破我执跟破我法执 那彻底觉悟的时候 那中间呢 还有经过非常多的小小的误境 可是当你一次一次误之后 是怎么样呢 是一次一次越自在越自由 越没有我知 那那个悟的当下 好像无虚啊 是好像有 可是悟后的情形 跟所有的一切自由自在 无实 那个悟也过了 但是刹那比对的时候 当时爆破 内心跟这个 所有一切的感受 所以在过程中无始无虚 所以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一切现象 本体 随缘来生起差别像 你看这个 不管那个电风扇 电灯 人 你我他这些 是不是一切现象的本体 这是因缘法 来因为原生 因为因缘 所以生起差别像 你在某一个妈妈 某一个父亲母学的 这个DNA的结构之下 你长的是这个像 那你也是一样 在某一种结构之下 长的这个像 那同样都叫男 也同样可能就叫女 这些是不是差别像 可是它的同像 跟异像里面 同像里面就共同的 又有五蕴 然后意义上呢 又五蕴的内容 又有些些的差异 然后每个人 环境里面的差别的 这个 这个豹又不一样 你有这个 一豹的 正豹就是自己的样子 那一豹就是环境 你的金钱啊 你的教育啊 你的环境 你生长的是在 中国的某一个省 是台湾的某一个角落 或是你是在 美洲啊 哪里 这个就是 正报一报的 不报内容不同 那在这个里面呢 如果我们能够来看到 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佛性 每个人都可以觉悟 所以本质 本质 这个本身的体性 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一个人能够体悟 在这所有一些差别项的背后 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佛性 那么在这里面呢 你慢慢都能平等的去看 也就慢慢的修行的时候 就能清正 这个前面的如意 即诸法如意 如就是一切真实 真实 就是实相的意思 如如不动的真理 那这个地方 众生都不敢肯定自己有佛性 其实佛性在很多的经论里面 它讲的 使用的名词是不一样 有的讲真如 有的讲 有的讲这个 所谓觉性 那这个觉性真如 是在讲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 然后讲它的境界的时候 讲它的境界的时候 就在讲实相 这个所有一切总合起来 就叫实相 然后再讲说 这样子的能力 或是你把它凸显出来 你在这个发展的过程 看得明白的 这些道理的发展过程 这些办法 透过这样子 来了解 来发展的时候 使用它 这个就叫佛法 那你发展出来之后 再也无染灼了 这样子就叫佛性 就在讲它的性质 所以很多的名词 其实讲的都是一样的 那顾如来说 一切法皆是佛法 所以我们如果在一切的现象 心里的 无形的现象 外界的有形物质的现象 这里面我们都能够体悟到 不生不灭 就能够清正 这个实相 清正诸法如意 虚普提 所言一切法者 即非一切法 事故名一切法 如来所说的一切法 也就是说 佛他开讲四十九年 这所有的一切的现象 他最后就是要告诉我们 你要破除 从这个语言文字里面去了解 你的所有看到的 所有一切 这是以世俗 世俗俗替 来假例说 这个叫椅子 这个叫桌子 这个叫情绪 这个叫人 这个叫婚姻关系 这个叫家族 这个叫轮回 这个叫什么 所以要突破 这个语言文字 跟这个假名 带给你的 带给你的认知 带给你的挂碍 所以你要突破这个的时候 用真替来讲 一切法的体性是空极的 它不生不灭 是空的 所以非一切法 只是假名一切法 比如说火 这例子举过很多次 当火在燃烧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有 后面还有 我们有上这个灯 这上面 再远远看 这什么颜色 橘红 比如说橘红 然后会舞动 那这个火的来源 是来自哪里呢 我们这里有 这个竹心 是不是这个蕊心 我们这里里面有蜡 是不是 有蜡跟竹心 有蜡跟竹心 呈现的时候 是不是叫一法 是不是叫法 这个法背后是不是因缘 有人做蜡 有人做竹心 有人做一个盆 或者是一个盘 把它放在一起 有人有这个需求 这里面 拿到法堂来了 它会燃成火吗 它不会 它只是叫什么 一盏蜡烛 是会点的 是有竹心的 然后还要有一个因缘 这是不是叫无情 这叫无情 是不是叫无情 那无情的时候 是不是加上有情的你 有情的你 哪种情 供养之情 这供养里面就涵盖 清静跟不清静 是不是 那供养 你有供养之心 把这盏灯 这叫灯 我们假名是不是叫灯 那灯的假名的背后 它有另外几个假名 叫做一个灯心 还有一个蜡 还有一个灯盘 是不是 这些是不是都叫假名 起来的这个灯 跟你有没有关系 放在店里跟你没关系 拿到法堂跟你也不一定有关系 当你有心来供养诸佛的时候 是不是 从无情说法转为有情 投射出情 这个情里面 为什么你要供佛 过去就是不知道要点灯 没地灯 所以这个在你的心中 这叫智慧之灯 对不对 智慧之灯没点燃 永远是鱼吃的嘛 所以我现在有心 要借由这个表法 我把它点燃外界的灯 照亮心中的 佛性光明 所以我借由点灯 供养诸佛 希望自己的亲近 跟诸佛是相应的 并不是诸佛来帮你点灯 是谁点灯 是你这个有情众生来点灯 所以透过你有情众生 在看无情的时候 无情的物跟你有情的心 是不是结合起来 又成了一个叫做上灯的动作 上灯的动作 这个上灯的这个动作 又赋予多少内涵 就是什么 惭愧 是不是惭愧 身口意不净 然后又有一个 清净佛的身口意 跟佛的清净 对不对 是不是 又看到比较宽广 然后再来 当我点灯这个动作 刹那灯燃起的时候 我给自己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是 我希望能 开启我心中的光明 把黑暗抿除了 一灯 现前的时候 光明现前 黑暗即自然不现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内心有个意愿 这个意愿在 一切法的名字叫什么 另一个假名叫什么 发愿 对不对 这个发愿里面 又可以分染跟镜 如果我是一个愿 是什么 我点几把点 希望 我的儿子身体健康 这个里面 犯不犯法 不犯啊 很合理啊 这是不是一个住愿 是不是一个住 住导的愿 然后 比如说 我希望我儿子 以后能够成为总统 他这个愿 这个愿 可不可能实现 不知道哦 这叫妄想 在里面是不是又有问 是不是有无为 问得清楚啊 这个 是不是又是假名一个叫愿 啊我等一下祈祷 我等一下祈愿 祈愿以后我儿子是总统 或是我儿子是 女儿是 哪个最漂亮的model 新 那我当新妈 看你现在的样子就知道你可能当新妈妈 比如说总会有摩歇线索嘛 对不对 那这个过程都是叫一切法 是不是一切法 这里面是不是染杂都有 是不是从无情带到有情 在有情中是不是投射无情 所以有情无情都能说法 对不对 那里面的清清是什么 刚刚不是有讲愿吗 那如果那个愿是无违法 是变成说诸佛菩萨 我愿意修正我的身口意 我愿意发愿度托一切众生 我愿意改变我自己等等等等这些 然后我愿意从经典里去了解这个办法 我发现了我自己 我来修正我自己 那这个过程 这些语言文字都是要告诉我这些道理 所以这些语言文字美不美 都叫一切法 都叫世间假命 但实用上我把它实用出来之后 真正去体正 真正去清正自己的佛性 这个过程才知道 所有的这些佛法 所有的一切 不管灯 不管点灯的动作 不管所有的一切法 只要我能够启发我光明的心性 达到我清正实相 是不是叫佛法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这一切点这个灯 我点这把灯 这我感觉 这就是我这一辈子最最殊胜的一个行为 如果我过去都是在做 就是污秽的事情 比如说偷鸡摸狗的 我烂顶能够到这个法堂 看这个书座 大家在点这个灯 点这个灯 我看师父点这个灯 我看他们点灯的时候 我是很感动的感动 我这会有这个机会 来点这个灯 祖父祖菩萨 你怎么看得到 我也会点灯 譬如这样子的话 这个点灯对你来讲 这个点这盏灯 它与智慧是没有关的 它只是一个行为对比而已 可是这个行为的对比 是不是还是有违中的有违法 可是有违中的有违法 他说 祖父祖菩萨 老板我会常常来 我现这个灯 听人说 如果这个灯灯 地位会现尘 我老板看到 不要那么傻 不要那么散 不要去嫁妥 怕那老板 躺下有吃 是不是还是有违中的有违 可是在有违中的杂染中 是不是有一点点清静 那个清静的说 那梦来世 我有够减一顿地位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一切里面 你看这个 它是不是一直在变 光一个这么简单的例子里面 它是不是无限延伸 无限宽广 这里跟时候的一切法 任何的一件事 都不是单一的 是不是有加上精神层次的内涵 是不是这些精神层次 就是纵使你是杂染的 也慢慢慢慢会转转转 转到延续延续延续 祖父 祖菩萨 我来点一个顶 我心里都会多平安 这点平安 让我点很好睡 社面都会买 比如这个还是 加上精神层次跟物质条件 那慢慢的你 透过点灯 慢慢的你来聆听佛法 慢慢一句一句 从俗替转为真替 你慢慢是不是步到 步入学佛的这个领域 修身养性 这个时候是不是 它一切法就又是佛法 所以透过所有一切理念 光每个人怎么来看 看这所有的世界 看你所拥有的 看无情说法 看有情说法 这里面都是看你如何 在有情现前 跟你的相应 无情现前 让你取读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来清朗的 看到实相 无情跟有情的现象中 都看到生灭法 然后在心中呢 去看到 所有一切的背后 告诉我无生灭的道理 这个时候世尊就要讲一个例子 翻到三十页 他说 譬如人生常大 譬如 如来 这个佛前面有讲到 如来所报得的这个身 由清净 佛所报得的这个身 因为福德具足 所以感得广大庄严的这个 报身 譬如 人生常大 还没有讲完 徐菩提马上接着说 徐菩提言 世尊 我知道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知道如来说 人生常大 则为非大生 世民大生 我知道 清净的法生 这个是讲正德的法生 正德的 你精神的层次 你精神的层次 你为什么会具足 广大庄严的报身相 是因为 你的精神层次的背后 你真实自觉 觉他 自觉觉他 现在因缘俗体里面 有一个成就的身 这个成就的身 假名 叫做很大很大的身 这个在讲报身 那你在众生中 每个人怎么来 都有他生命里面的 轨迹 都有你该完成的 你走 走不去 你要放的 是会增加力士而已 那也不是说 我集集要来造作很多 积功累得 行菩萨道 也是因人法 对不对 所以报身佛 是为地上菩萨示现的 表示你要告诉我们是 有可修的功德 那也应该修这个功德 那你也可证 可证德 证德这个庄严圆满相 报身佛是有相的 你告诉我们人生常大 则为非大生 世民大生 你就是告诉我们 连这个报身佛的这个相也要离 因为法身无相便一切处 这才是真的大生 佛在前面第五页的经文里面 讲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当时有讲到这个如来的大生 所以 佛在讲 譬如人生常大 屈普提马上就接 就接这一句 佛当时就知道说 对 屈普提你懂 你懂了 那这个就是 这一段经文所讲的 我们一般来讲 会有着相的情形 那我们一般来看众生是不是有差异 有差别相 那差别相呢 有的人就长得很庄严 佛也有讲 他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是怎么来的 他并不是在强调 我这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我很幸运哦 因为我有一个良好的基因 所以我长得